国立清华大学从113年度开始 清华金门社区大学15号举行开学典礼 正式运作提供终身学习机会 让学习成为社区发展的推动力 清华金门社区大学15号 在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举行开学典礼 由清大进修推广学院的院长亲自主持 并且强调清华金门社区大学自律提升 终身学习的机会 营造金门健康热活的快乐岛 我们清华大学从2016年就来金门 都是在李校长的协助之下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跟现在的李文良副县长 那时候他是教育处的处长 那我就首次就跟他合作 然后办了我们金门县的这个 就是公内的体训 然后后来办了这个学分班 然后现在在清华在金门也有管理的MBA 家伟现在在李文的MBA 然后也有教育的塑专班 然后更难得我们现在也有博士班 那昨天在跟孙处长请教的时候 孙市长一直对我们的金门设计大学有很大的期许 同时现场感谢壮颁给文化园区金宁中小学西口国小等协助单位 校长李金正也颁发任客的教师聘书 典礼结束之后并举行揭牌仪式 清华金门社区大学正式成立运作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